多數我們外出都會看見 哇塞狗 班班比較多人一看見 哇泡紋好美 其實就澄清一下 這個不是泡紋 這個是苦紋 別以為我外表這麼帥 又在塞狗場上跑得這麼凶狠 其實鐵漢都有油情的一面 HELLO 我是MUNA 我是阿優 這隻就是我的狗班班 是一百年的時候 在澳門日園領養回來的 它是男生隔離犬 今年就是六歲的 剛好見到日園結業 還要領養 既然我有這個能力 不如也養一隻吧 隔離犬即是Greyhound 他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差不多八千年前在埃及 當時他們是法魯王治養的寵物 亦被視為神化身 而他們都是世界上 歷史最悠久的上種狗 但跟很多的獵犬有少許不同 就是他們不是用鼻子 去紋獵物出來 而是用眼睛找到獵物去追 自二十年代開始 興起賽狗風氣 隔離犬就成為了賽狗的常客 它是全世界跑得最快的狗 時速去到七十二公里 比起第二位的殺路肌獵犬 每個小時可以跑到二十條 全長三點六公里的尼敦道 Greyhound 的外形特徵 分別有長臂哥 長腿 和好心的胸腔 Greyhound 因為本身是運動型的獵犬 所以他們的脂肪比例是出奇低 只有兩% 就算人類也很難達到這個標準 以我所見的隔離犬 其實大部份的覺醒程 都是很溫柔 很平易近人的 有別於平時我們見到 他們比賽戴著口罩 好像很凶狠 其實他們大部份都很聽從主人的命令 而且是很懶惹的 我見到狗場的狗 其實親近人玩得比較開心 我第一次見到巴媽的時候 牠是很害怕的神情 很恐懼的 牠很害怕 這樣就硬了 牠現在 我一到街上 是要過一條馬路 才去到狗公園 那段馬路 我索性不要煩 免得有意外 我整隻抱起牠 打橫地走過馬路 之後安全了 才放下牠 再慢慢哄牠走 我覺得如果牠沒那麼害怕 到街上走到 一兩個月左右 多人這樣問 那要經常跑 經常到街上 跑得很快 基本上 我覺得斑斑是很懶的狗 沒什麼事都不會跑 八成時間都是躺在這裡 可以不動 牠都不會動 Greyhound 本身繁殖 是用來做捕獵 以及短跑 其實牠們不適合長途 這樣奔跑 所以牠們不需要放電 一天只要有十多分鐘 陪牠走走 或跑 其實牠已經很足夠了 網上有不少人討論 擔心隔力犬 Sleep Aggression的問題 究竟這是什麼情況呢? Sleep Aggression 其實是指 當狗狗睡得很軟的時候 如果有人不小心打腰 牠突然嚇醒的時候 會做出一些攻擊性的行為 包括不小心咬到主人的手 或者牠會蠔叫地糊糊 通常常見於一些被狗狗睡得很軟的狗狗 整群在香港養了隔力犬 另一群人都有開個群組 大家也會在裡面交流不同的東西 我發現大家都是 恥笑牠們睡覺的樣子 因為有一半條舌頭飛出來 睡得好像不省人事 其實我們每一班都是這樣的 有些主人會問 如果我的狗狗真的有Sleep Aggression 我可以怎樣處理呢? 一般做行為訓練 有兩個主要方法 一是避免摸睡覺的狗狗 你可以提供一個籠給牠睡覺 第二是叫做Desensitization 即減低牠敏感的程度 你可以試一下睡覺的時候 只是摸牠的頭 如果牠已經狐利的話 你就縮手不要攪牠 然後慢慢一步一步地 去降低牠的戒心 牠來之前 我的傢俬有大改造 我都特意買了一張 單人床這麼大的床給牠 讓牠睡得舒服一點 其他地方都盡量騰多些空間 斑斑就短毛狗 所以牠的毛是會自己脫掉的 牠又這麼大 所以牠每天在家 每一天早晚吸塵是基本的 相對其他純種的狗狗 其實Greyhound的皮膚問題 真的相對很小 跟其他胸腔比較深的狗狗一樣 Greyhound會比較容易有胃扭轉的問題 通常都是叫主人 吃完飯之後 不要馬上帶牠去跑 還有留意牠會不會 肚子突然漲大了 然後開始休息 如果有的話 就盡快帶牠去受醫 因為是急症 和可以死的 當然退役的菜狗會比較容易 有關節和肌肉問題 不過除此之外 牠們真的沒什麼大問題 是很適合做家庭犬的 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牠們是很好的寵物 總括來說 雖然格力犬是全世界跑速最快的狗 但其實是很懶洋洋的 看格武太多問題 注意牠有沒有胃扭轉就可以了 習慣了 我們看見女人 推丟 充電視頻 我們更加深刻爆速的 眼 眼 眼